我继续聊神的 其实我觉得 你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吗 非常喜欢 对 我最近刚刚旅游是 那太脱皮了 去哪去哪 不告诉你 哎呀脱皮 对啊 等下应该热带国家吧 哇好聪明 我能说你聪明吗 是常事 世人都知道对不对 不然温带也可以被晒成这样 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最想去哪里 或者自己对梦想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 还有呢 听说你还蛮喜欢西藏 对不对 西藏也想去 对啊 就是感觉非常好啊 应该现在很忙吧 没有时间 我觉得有 真的一年是应该放自己的假 然后出去充充店 多看看别的文化的人 对啊对啊 就把自己置身于当地 就是当地人的那种感觉 去旅游是最好的状态 对 当自己投入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时候 你的全身雷达都会打开 最真实的 对不对 就是真的我觉得会很自然的 让你心跳加速 没错 然后如果可以旅游的话 你想跟谁去 啊 现阶段当然只能跟家人 和好朋友啦 哇 哎 和你合作过的艺人真的超多 帅哥也超多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谁 那个谁 个子高高的叫什么 郑元昌 郑元昌 对对 还有那个个子高高的叫什么 大家都个子高高的啊 哈哈 五哥 五孙 哎 对 他们当中你最喜欢的是谁 或者说你觉得 啊 谁是你的这个比较喜欢的类型 和他们这个合作非常愉快的感觉 终合起来不就好了吗 哈哈 现在没有这样的男人 我可以 我可以很认真的告诉你 没有这样的男人 除了我以外 很不要费死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都各自有 各自他们很迷人的地方啦 可是就可能工作上的认识 对 就这时候 没有那个时间去再更多的了解 就是没有会想太多 对不对 就没有那么多那方面的想法 嗯 你这么说吧 或者是就是 就是大家的状况不一样 哦 对 大家状况不一样 哈哈哈哈 这样讲 好像把大家搞糊涂了 对啊 我就糊涂状况不一样 他们不是人吗 对啊 OK啦 大家都泄露 哈哈 天机不可泄露 那我更 我更心梦了 什么样的天机不可泄露呢 不过还是先来听歌吧 很多人就等了很久了